赵瑞 孙明辉竞赛 南篮最强呼吁回归 杜丰没让人失望 球迷盼到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民留球 我是小民 在视频的开始呢 还是烦恼各位喜欢中国南篮体育迷 给小民的视频 点点赞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中国南篮最新情况 大家都知道中国南篮在之前 结束完两场了亚洲贵的比赛 在第一场比赛中 我们十二分的差距输给了韩国队 在第二场比赛 面对实力偏了的80队的时候 中国南篮也是赢得非常惊险 最终以一番的优势击败队数 作为中国南篮来说 在本次赛事中 确实整体来说发挥并不是还稳定 作为杜丰来说 也是多次多次求民的质疑 目前来看 在上一场比赛中 我们的两名核心后卫 周瑞和孙明辉 很有可能缺席下一场比赛 如果周瑞和孙明辉 因为缺席第三场比赛的话 对于整个中国南篮的 后卫线来说 确实有很大压力吧 因为目前来看 后卫线还有胡明轩和徐杰 他们两个在组织能力方面 得费能力方面 都不如孙明辉和周瑞 可以看出作为杜丰来说 也是手下无人可用吧 目前来看 在之前也是具知名媒体报道 作为南篮最强后卫 郭艳伦很有可能 火速的吃元南篮 在之前也是有媒体报道 郭艳伦已经到达印尼 虽然说目前来说 郭艳伦是否出战 还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呢 郭艳伦到达印尼之后呢 他也是希望能够通过 自己的一些经验 帮助球队 能够在关键时刻 帮助杜丰的出目划策 因为目前来看 作为外向的绝对核心 郭艳伦如果能够 在本次比赛中出场的话 可以说能够达到缓解 本次后卫线的一个压力吧 在第三场比赛 如果郭艳伦能够出场的话 作为杜丰来说 他确实没有让人失望 因为目前来看 作为郭艳伦来说 他的伤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郭艳伦在之前是发布 自己的最新动态 表示呢 自己是希望能够为国出征吧 可以说作为球迷那时候 也终于盼走了 因为目前来看 在后一线上 如果没有郭艳伦的话 可以说我们打的比较凌乱 不管是组织还是进攻 都是非常让球迷失望 我们是希望随着周琦和郭艳伦 能够回归球队之后呢 对于整个中南南帮助 能够有一个达到提高吧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流球 下期再见